速度好快 天城房的眼瞳放大了 迅速后退 试图躲避北斗之剑的穿刺 感觉到寒芒在背 一股冷意几乎渗入了魂魄之中 一直以来 在他的认识之中 叶雪崖都是以幻术和原制应用和圣痕结合形成的咒法为手段 换而言之 是个法爷 可现在叶雪崖的剑术却令天狗都为之震惊 说不上有多么精彩厌绝 但就好像在漫展上的死阿宅走进厕所里 看到刚刚拍照的小姐姐那样 为什么比我还要快 可时间已经不够他再去反应 石卧剑阁挡 北斗之刃崩裂开一道缺口 但披生住死的寒意却隔着神迹刻印撼动在他的魂魄之上 令压天狗的圣痕随之崩裂开一道缝隙 死毒缠身 他后退一步 一步之间再度重整旗鼓 抬起剑刃向前斩落 可紧接着他就看到近在咫尺的北斗之剑 太快了 为什么会这么快 无法理解 生死关头 天城防无暇思索 如铁的心智将恐惧和彷徨抛开 近乎薄命那样的斩出一剑 以伤患伤 石卧剑斩过了叶雪崖的躯壳 虚实转换 分毫无损 可神性却再度创伤了北斗的圣痕 叶雪崖面色不变 而天城防却一生痛苦嘶吼 压天狗的一只漆黑羽翼自根而断 天狗折斥 圣痕剧烈的抽搐着 几乎难以支撑神迹刻印的负担 这个女人 完全疯了 他终于看到了两人的脚下 那隐隐亮起的星光 那是无数碎散的星辰 可星辰的运转已经在无往日的轨迹 星也崩碎 身伤相见 伸素和伤素的区域此刻已经重叠在一处 不论他如何躲闪 叶雪崖都近在咫尺 这是命运注定 感受不到痛苦那样 叶雪崖面无表情 北斗支剑抬起 再斩 天城防怒吼 石卧剑抬起横格 挡住了斩落的北斗 可冷不防 却看到叶雪崖隐藏在背后的左手忽然抬起 按在了自己的面孔之上 最后一瞬 他只看到了此生未曾见过的绚烂星辉 五指猛然收紧 赤热的星辉自五指的间隙之中迸射而出 而鸭天狗的面孔 已经被那纯粹到近乎恐怖的星辰灰光所吞没 原至在飞速流逝 宛如瀑布 叶雪崖的嘴角勾起 期待地微笑起来 正是因为消耗如此恐怖 从三年前在老头子的兜里把这一招掏出来之后 他就还没有开过章呢 如今 在四街北斗的支撑之下 传承在天命之路中的恐怖力量在此迸发 神性应用杀破狼 瞬息间 天城房惨烈丝鸣 整个面孔化作了焦叹 鸭天狗的圣痕在这冷力星光的穿刺之下 瞬间千疮百孔 重创 他嘶吼 自痛苦之中时握剑抬起 不顾一切的展落 轰 笼罩着整个银座的封锁在瞬间破碎了 残存的独一展开 他腾空而起 竟然一丁点反击的念头都没有 呼啸而去 逃走了 死季之中 叶雪崖静静地站在坍塌的三月大楼之间 凝视着他远去地背影 不懈地冷笑了一声 收起了北斗之剑 直到现在 所在远处没有露头的社保局成员才探出脑袋 洛盛胆子大 凑过去问 大姐 我们不追吗 叶雪崖瞥眼看了他半天 勾了勾手指 示意他过来 洛盛走过去 一头雾水 紧接着 就看到叶雪崖挖的一声呕出了一大口血 撑住他的肩膀后缓缓地靠在了墙上 剧烈喘息 追个屁啊 你真以为老娘是打不死的铁金刚吗 他抬起头 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幸亏把他吓住了 否则等他反应过来 和我硬拼的话 我死定了 大家再怎么是四阶 神迹刻印在手和屁都没有能一样吗 再怎么凑合的神迹刻印也是神迹刻印 叶雪崖在头铁也不敢让他真的对准自己砍两刀 能把他吓走 已经是演技出众了 多亏十周生性太过谨慎多疑 外加当年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不浅 否则今天这出细屁都没得唱 洛顺想了一下 那我们要不要收拾一下赶快跑路 要不然 等那个家伙反应过来杀个回马枪 那岂不要糟 跑 我们为什么要跑 叶雪崖冷笑着摇头 自从他决定跑的那一瞬间开始 他就丧失了和我同归于尽的机会了 玄鸟秘传的神性应用杀破狼 难道他以为只是跟打耳光一样 轻描淡写就完事了吗 北斗披生助死的能力配合上这样的技能 可是能直接修改命运的 他抬起眼睛瞥了一眼头顶阴云之间若隐若现的几颗星辰 缓缓摇头 杀破狼三星高照 死已经写尽了他的命里 不管他往哪边逃 不管他遇到什么人 他都死定了 好像宣读命运那样 轻描淡写地位自己的敌人写下了结局 十周和光 一定会死在今天 死在血码台里 天狗展翅 高飞在天空之上 漫长的距离一掠而过 最终无力的摔落在地上 趴在地上 呕出了晶莹的血色 破碎的面孔上还残留着焦黑的痕迹 胜痕颤抖 他忽然明白 或许叶雪崖只是在吓唬自己 或许现在他转过身去 还来得及干掉叶雪崖 可是有意义吗 自己已经败了 就好像是他说的那样 输在了格局之上 手持神迹刻印还打得这么难看 还有什么连跑回去再纠缠不休呢 天城房依靠着墙壁 勉强地修补着伤口 感觉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和耻辱 如今的他已经无力在支撑一场四阶的战斗了 深入骨髓的诅咒星光纠缠在了他的圣痕之上 另压天狗的羽翼一阵阵抽搐着 破碎的面孔之上满是争獰和痛苦 究竟是什么神性应用 竟然带着东夏普系的神迹刻印宿命剑书的效果 不论如何 必须先摆脱这种诅咒才有生还的可能 否则肯定会被诅咒活活折磨而死 他颤抖着挥手 散去了石卧剑的裂光 松开手 任由八番弓自行腾空 飞走而去 在莫名力量地召唤之下消失了 他松了口气 就算自己死在这里 八番弓也不容有失 很快 两根羽毛自八番弓消失的地方浮现 落下 落在了天城房的手中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并非是预想中的斥责 而是包含忧虑的叹息 平安归来吧 天城房 失败不可耻 他说 不要死 活着的人才会有未来 天城房愣在了原地 许久 忍不住跪在地上 首先浮现的是错愕 旋即所感受到的却是一阵难以言喻地自责 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下 一定不会辜负老师的教诲的 他咬牙 失去了眼泪 真而重之地握紧了来自老师的两根铃鱼 这就是两道足以带着他穿破必死之局的转机 两根铃鱼寄托在了他的并边 有一道率先飞出 绕着他飞了几圈之后 感觉到缠绕在他身上的命运 好像对必死的命运无从下手 紧接着 他又升腾而起 引导着他飞向远方 很快 在奋力的飞翔之中 那一道淋雨骤然焚烧殆尽 最后的余灰指向了一个行走在小巷之中的人影 天城房瞪大眼睛 好像生怕别人认出自己的真身 那个人浑身笼罩在黑袍里 就连面孔都覆盖在内 没有露出一丝皮肤 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囊 手握着地图 好像在寻找什么地方 在淋雨的指引中 他本能地感觉到了对方的隐秘气息 还有对方藏在背囊之中的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能救自己 破碎的面目之上 鸭天狗残存的独眼闪过一丝绝绝 没必要节外生枝和那个生华者纠缠 夺了东西就走 不能倾起战端 打定主意之后 阴云之后隐藏的鸭天狗俯冲而下 化作一道黑影巧无声息地向着神秘人俯冲而下 迅捷如电 可那一瞬间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一样 神秘的人影猛然回头 面罩之下的眉头皱起 挥手 自他身后的半空之中 骤然有钢铁巨人的轮廓浮现 随着主人一同抬起头 笼罩在面部的钢铁面罩猛然展开 两道尖锐的天线向着两侧分出 紧接着 笼罩全身的纯白色装甲猛然翻开 自其中亮起了令人不安的炽热心红 哦哦 波浪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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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阵充满古怪气息的旋律 叮叮咚咚的声音里 无数人的吟唱声从音响中响起 一道闪光自庞大机器人的双目中闪过 来自台场的巨型边境遗物抬起了手掌 随着主人的动作 向前擅出 拉普拉斯城市自律判定开始 扫描完毕 计算结束 RX0 毁灭模式启动 最大出力 轰 宛如铁墙瞬间横扫 掀起赫赫风雷 轰鸣巨响之中 弹射而来的黑影道飞而出 瞬间消失在了天空的尽头 什么鬼 神秘人疑惑地望着那个被打飞的黑影 不解地摇了摇头 算了 反正这种不自量力的袭击者写马台里不知道有多少 他低头看着地图上标注的位置 寻着渐渐清晰的温柔旋律 继续寻找起了艺术馆的踪迹 在他身后 钢铁巨人的身影缓缓消散 好像从未曾出现过一样 两根完毕 怀尸拉琴拉了两天好辛苦哦 替他求票TUDA